竹林社区配合文化局闽南语阅读推广计划 办理乡图语言诗词课程 经六个礼拜学习后 日前成果展活动也由志工与长者共演一出 贼心牛帝公后为的区位剧场展现学习成果 我们这个分类的过程 包括做外人的生意、过程、出家、路窮、人文、打破家、过路 一直到日董邦拜公署和我们吃心牛帝公后为 我们所有的过程都是用我们的台语 这个好语来串联起来 让我们这个中部可以来继续来发用我们台语 这么多好语言 西古连是早期婚商喜庆常见的文化 透过此次乡图语言诗课程 也勾起长者们的回忆 他们也希望透过课程将这项文化流传下去 我们有学习唱歌的和学习世古连的 这个带新娘这样说好语 感觉很好语 这个老师很认真、很实情 一方面可以带着这个作习俗的气氛 另外一方面还可以留下一些古代的好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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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来输入岳父的人 带着来效法、来继续这样 乡图语言诗课程的办理 也让长者身心更为活化 竹云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邱燕子也希望 透过各式课程的办理 让长者身心更为活化 平常是台义大家都有在说 可是这个世古连接触的时间 其实也 他们也都不说世古连 所以对他们身心也很有帮助 我们社区也很希望他们能多多接触 各个不同的课程这样 让他们活化他们的身心灵 还有他们的视野的开阔这样 杜谷乡图书馆长陈南静 看到此次乡图语言诗课程 在竹林社区办理有成 也表示日后会将此课程推广到更多的社区 参与甸萌社区就是我们甸萌社区的组进 非常健康 他也很用心 推动 związ关的业务及外等都有受了肯定 未来我们也会在绕期到其他社区 推动相关的一些活动 传承那个我们的传统文化 能够再发挥社区的凝聚率增相性力 议长和盞锋肯定课程规划得用 能够传承乡图语言文化 并乐活长得的身心 记者卢宇凯入股采访报道